卑诗省台湾商会举办年度盛会台商之夜 当天晚上一共有四百位镇商名流出席 而会中还举行了新旧会长的交接仪式 由第23届会长陈慧玲交棒给第24届的会长孙光芬 并且还颁发了2015年台商企业奖 给33家企业以及个人鼓励优良企业 卑诗省台湾商会台商之夜 还没正式开始前 会场外头的商展早已人声鼎沸 数十家台湾厂商摆出自家产品 从丝背 家具 按摩椅 英诱同礼品等 随着数百位宾客陆续到来 大家一边体验一边交流热闹万分 随后晚会在苏恩盛 小提琴独奏台湾民谣系列 与全体演唱中华民国国歌后拉开序幕 当天会场灌溉云集 包括国会议员梅丽乔 卑诗新民主党党领贺锦 列志文市长马宝定抗力 省议员叶志明等贵宾都出席盛会 对于卑诗省台湾商会长期促进台家交流 驻温哥华办事处长庄恒胜也给予肯定 我们知道台商是我们推动台湾跟加拿大 所有关系的基础 也是最重要的基石 我们没有我们所有台商会的朋友 帮忙努力 我相信台湾跟加拿大关系 不可能像今天那么好 都是所有在座的 我们台湾商会 以及我们很多的侨胞 西医所合作帮忙我们 我们在那边表达12万分的谢意跟敬意 在庄处长尖交下 会中进行第23、24届会长交接仪式 卸任的会长陈慧玲 上台感性的谢谢理事们 同心协力与他筹办这次台商之夜 新任会长同时也是知名会计师 事务所负责人孙光芬 表示未来将推动三大服务 包括架设网站 举办商务讲座 还要增加会员人数 而他幽默的致词 赢得台下笑声不断 当你们走进这个场地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感动 那就是我们的理事们 从音乐到舞台复制 到整个program 谢谢你们 那我们现在的Chair Patty 他真的非常的努力 我们看到在他的任内 他推动了很多的扣门之旅 还有帮台湾进入TPP的很多的努力 所以呢 他告诉我说 如果你愿意接会长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秘密的好处 就是你会减肥成功 会中同时举办优良企业颁奖典礼 33家企业及个人货班 新人创业 成功创业 企业楷模 社会贡献及网路人气 五项大奖 让这些平日努力耕耘的企业 备受鼓舞 晚会节目精彩分成 宋文和白景顺 师徒的美声演唱一系列经典名曲 让全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从台湾远道而来的两位原住民舞者 也应邀前来表演原汁原味的原住民舞蹈 而白石舞团演出的中国雨善舞和中东肚皮舞 更让晚会增色不少 除此 会中抽奖活动奖品丰富 包括高级按摩椅 现金奖 让幸运得奖者尖叫连连 还有长荣和中华航空提供的来回温哥华和台北的机票抽出来 更为晚会制造高潮 也为活动画下完美句点 台湾关电视李中恩将拿大温哥华采访报道